建设美丽生态不是服于纸面文字报告 而是人们眼中真真切切的绿水青山 现在正是春光浪漫的时节 到底生态文明建设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福利呢 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领略一下 春季美丽生态带给人们的快乐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 近年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慕名前来观赏 哈尼梯田位于埃劳山南段 规模近7万公顷 被誉为中华风度世界奇迹 漫山梯田与云海森林村庄 组成了一幅幅奇妙的图画 4月份5月份的时候 哈尼梯田就是看粉翠梯田的季节 这个季节的梯田里面开始插秧了 所有的万物复苏的季节 这个季节绿绿的非常舒服 在壮美的自然景观之外 围绕哈尼梯田本身的传统文化 也给人们带去很多惊喜 古老的灌溉方法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 我们有一个比较古老的分学方法 就是科目分学法 就有我们在职里面 比较受专注的长者 看哪一家田有多少 根据田的多少 有手指或者是有皮尺 看这个口都大 确保每一家都公平公正 确保每一家都有水 春天不只有耕种 新技术的推广让收获 也成了春天的一部分 在河北唐山烙亭县的设施桃棚里 反季节仙桃已挂满之烧 果香肆意引人垂涎 得益于近两年当地农牧专家的指导 果农们在春季就品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当记者一大早来到烙亭县新寨镇 李秀爽的桃棚时 他已经和家人在里面忙活了好一阵 今春自家五个温室大棚的仙桃 全部丰收 果实苛刻饱满 红艳圆润 每个棚的产量接近两千斤 可到春季了 我们就是一年四季 就是全城的一年的这个春季 那我仅仅就是买套的吧 都特别高兴 最起碼我们就是坚瘦成了 焦艳的仙桃让人垂涎欲低 吸引来自北京四川等多地的客商上门收购 由于此时水果市场品种稀缺 口感香甜的头茶设施仙桃 早早地被强定一空 这碗桃资料好 像这样全国过的都没有 只有这个地方才有 是这样的 口感也好 还除了早 甚至刚过完春节都没有什么水果 这个水果除了早 价钱还是全国常销都差不多 烙亭县素有仙桃之乡的美誉 全县设施仙桃面积达到2.5万亩 通过科技手段 当地农牧部门引导广大桃农栽质的仙桃提前上市 打好时间差 年收益高达10亿元 今年彭桃就比去年提早7天上市 每公斤售价达到68元 创历史新高 随着天气回暖 还吸引了不少踏青的游人 前来观赏和品尝 现在正是春南花开的时候 这个彭桃都成熟了 约了几个朋友 一起都是到这儿看看 听说这个桃挺好的 还好看还好吃 那就是点着买点 完了一个是家吃 大家说完了再送送朋友 生态文明建设 不仅给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变化 也让历史古迹焕发出新的光彩 四月的金山林长城 杏花烂漫 古老的长城迎来了一年中最美丽的花季 柔美妩媚的杏花 给雄伟壮丽的长城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意境 灯高望远 如云四霞 独特的景色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前来踏青彩风 金山林长城位于成德鸾平与北京密云交界处 距北京一百三十公里 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 因其敌楼秘籍建筑艺术精美 军事防御体系健全 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 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 深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清明过后在春光极为丰盛的季节 盛唐边塞诗人曾深意想的春季美景 在千年后透过历史的云烟 款款而至兰州的百年梨园 千朵万朵梨花开 将这片黄土高原 幻化成一片花枝乱颤 云征霞味的人间美景 春风掠过 一树一树的梨花迎风飘舞 一枝枝累累的花朵 尽香美丽 在千万朵梨花枝旧的天空下 漫步游圆 四周飘散着淡淡的芳香 让人心旷神怡顿望尘销 这里是百年梨园 在里兰州最近的地方 有开花的时候过来 放松一下心情 放松一下身心 这也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地方 算是休闲放松一下 挺好的一个地方 位于兰州市区东北方向 20公里的高兰县石川镇万亩古梨园 已有上百年的栽培历史 种植规模育万亩 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梨树 就有九千多株 拥有中国第一古梨园之称 每年清明过后 至古雨前后 园内的万亩梨花静香开放 景色壮观 成为兰州当地一处绝佳的 踏青赏花 沐浴春光的好去处 希望有更多的 这样的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的地方 本身就离城市近的地方 开车也方便 远的地方又去不了 你说两三天肯定去不了 像这早上去 下午就回来了 也挺好的 旅游踏青固然高兴 而亲身加入到生态建设中去 则能让人体会到 与自然更深的亲近 眼下 内蒙古刚刚进入到 春暖花开的季节 网络任领果树活动 逐渐成为当地采摘 经济新亮点 许多家庭纷纷参与 最近内蒙古五原县巴里桥 万亩现代农业园区内的游客 络绎不绝 他们不仅前来参观 温室内盛开的桃花 还踊跃认领刚刚开花结果的桃树 今年15岁的马紫月 就是在微信圈里看到了 为果树寻青的消息以后 与父母一起前来认领了一棵油桃树 并为它除草浇水 节假日的时候 还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出来 看看这个桃树 它的生长过程 还有它的景色 然后坐在树荫下 品尝又大又甜的桃子 这是一件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 据了解发布果树寻青消息的是 桃圆主人刘培 80后的刘培是当地的农民 一共承包了六个温室大棚 种植油桃茅桃 考虑到桃子上市时间集中 量大 储存时间短 以及传统销售模式 很难将果园经营红火等客观因素 他今年决定将桃圆打造成 都市人喜欢的网络农场 通过微信为桃树寻青 让宣传销售接轨互联网 通过微信片 他有让联系我 就要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可以来了以后 掐了这个树以后 就可以让两点 富快的话可以卸掌 可以违向转召 这个大树是三百 小树二百 再小的树一百都可以 据介绍 游客只要支付认领费 就可以现场自行选定果树 并命名挂牌 认领后的桃树 由桃圆主人负责管理 认领者可以通过微信 或者实地查看桃树的生长情况 等到桃子成熟时 可亲身地体验采摘的乐趣 认领了以后 我就是主要是负责管理 管理它这个桃子的病存害 松土 施肥 浇水 除草这方面 然后可以让这个 就是城市里面的人们 体验一下这个体验生活 来这个大棚里面 体验一下这个开花结果 这个过程 刘培介绍 今后他将利用手机APP等方式 打造自己的互联网推广品牌 把自己的有机桃子 销售到更远的地方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国家大忌 更是关乎你我日常生活的一件大事 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 归根结底是人 走进自然 让我们身心得到放松 压力得到释放 保护自然 则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自然 亲近自然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 让子孙后代 依然能享受到绿水青山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镇化脚步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 涌入了城市 而他们的父母 却留在了老家独守空巢 这些老人渴望亲情 却无奈选择了独自生活 压抑的情绪 无法及时排解 唯一能做的就是 每天期盼着儿女们 能够常回家看看 出门一把锁 进门一盏灯 成为越来越多 农村老人的生活写照 楚义大生活在浙江省 于瑶市鹿亭乡高山村 几年前妻子去世后 年近七许的她 便开始了独居生活 楚义大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都在40公里外的城市打工 只有逢年过节时 才会回来看看 楚义大说 除非是得了大病 才会让孩子 把自己接到城市里的 大医院去 否则平时很少 往孩子那里跑 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 记者来到这里时 楚义大刚吃完午饭 她告诉记者 桌上的螃蟹肉 都是孩子回村的时候 为她做的 她一个人吃不了 也舍不得倒掉 这些菜已经连续吃了 四五天了 独自生活在山山里 难免有些单调寂寞 楚义大每天早起喂鸡做饭 白天在村子里转转 晚上看看电视 通常七八点就睡下了 记者了解到 鹿亭乡总人口是 17535人 老年人4197人 占总人口的24.3% 其中空长老人2531个 占老年人的56% 而这样的情况 在一些偏远山村很常见 在凤华市大雁镇西宝奥村 75岁的孤寡老人徐士军 住在村里的一座木屋中 屋子左侧住人 右侧是牛圈羊圈 破旧的房子里堆满了杂物 徐士军说 他没有子女可以依靠 也没有别的收入 只能靠政府给他低保费生活 记者了解到 在西宝奥村的102人中 60%的人超过60岁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空巢老人 我们大业镇 总共人口 这个是富家人口 是两万六千不到 两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人 那么我们现在呢 目前常住人口 是九千七百左右 九千七百不到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 其中老年人口 也就是60岁以上的人员呢 我们载了六千九百二十亿人 也就是说 载了常住人口的 百分之七十亿还多 是这种现状 据了解 这样的空巢村 正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 一种普遍现象 上海财经大学 千村调查项目组 公布的 《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 国情报告显示 近四成的农村老人 身边无子女居家养老 而超过六成的农村老人 无法进城或不喜欢进城养老 伴随年龄的增大 病痛的增多 生病和意外 成了不杀老人最大的担忧 那有时候呢 不知道怎么搞 一跌不动 都觉得能倒下来 地上就睡 也要一次把水够了 就这里呢 一跌倒下来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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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在地上啊 我都不懂得了 那些事 那转发觉 你记得要做 执着做热死掉 这个死了 死得好一点就热好了 其他都没什么意见 我担心我只睡了 我只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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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 这种毛病 根本就是 离我当时去 教育师呢 就是来进我的 到医院里去庭习 一般来说 那种就庭习错不出了 国家卫纪委发布的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年中显示 农村老人比城镇老人 面临更多养老困难 47%的农村老人认为 钱不够花 42.3%的人认为 病痛较多 而农村经济相对比较薄弱 因此农村养老困难重重 就是因为我们农村呢 就是生活条件 经济收入相对来说 是比较薄弱的 我们宁波呢 又处于 是最贫困的 虾镇 宁波市最贫困的 虾镇之一 所以说呢 我们近段 近几年来呢 这个人员外流 包括企业啊 都包切到外面去了 包括我们这个 已经区域范围之内 已经成了 我们一个静养区 所以说农村 经济收入比较薄弱 面对空巢村的 养老难题 浙江多个空巢村 近年探索建设了 居家养老工程 高山村将老年活动式 改建成了村级托劳索 托劳索设置了16张床位 聘请了两名护理人员 为老年人做饭洗衣 提供全天候的照料服务 西宝奥村针对许多空巢老人 一顿热饭三餐泡饭的吃饭难题 在村口建了一所老年食堂 为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 提供中晚饭 居家养老工程的建设 在帮助部分老人 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 还缓解了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矛盾 然而由于大部分空巢村 经济条件落后 多个空巢村的居家养老工作 存在尚未真正推开 便又遭遇瓶颈的现象 对于很多空巢村而言 养老服务的钱和地 从哪来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 空巢和瓶颈 一个就是在上级资金的幅度上 扶持上 可能这个尤其是 对我们这样贫困家政来说 这个压力还比较大 这是一块 第二块呢 就是说我们要 如果说要在全区域范围内 推广的话 就是土地上面的 这个指标的落实上 可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因为这个手续啊 各方面都比较繁盛 基层干部表示 资金问题是农村养老的 首要难题 单纯依靠政府投入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他们呼吁 政府在为老年人的 基本养老保障兜底之外 还应进一步促进家庭 社会市场等形成合力 构建综合性多样化的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这个养老这一块呢 现在光靠政府的养老的话呢 确实政府压力很大 但是光靠农村的养老的话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窃取 毕竟农村 这个收入各方面呢 还是比较低 还是比较低 所以说这个这一块呢 也希望通过社会 广大重提的力量 来参与进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国家的养老实业 才有新的这个起色和发展 农村空巢老人的背后 凸显的是农村发展的迟滞 和城乡发展的不均衡 我们期待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加大精准扶贫力度的大背景下 能够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转变观念和政策 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 从而有效解决农村 空巢老人的生活问题 今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 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 指导意见 将马铃薯作为主粮产品 进行产业化开发 意见提出到2020年 马铃薯种植面积 扩大到1亿亩以上 适宜主食加工的品种 种植比例将达到30% 主食消费占马铃薯 总消费量的30% 在农业部首批马铃薯 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 市联省份河北 记者近期走访了 多家食品加工龙头企业 从去年开始 针对小小马铃薯的改革 已经在这里悄然展开 土豆是百姓餐桌上 一种常见食品 人们用土豆烹制各种家常菜 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当作主食 红烧肉会放一点土豆 然后就是薯条自己会加一点 做土豆丝 做土豆泥 别人没有吃 炖土豆 在西方 我认为以前很多同学 然后他们都是把土豆当作一个很高能量的物质 它可以当主食来吃 但是感觉在咱们饮食习万东方应该还不会太接受这种概念 土豆学名马铃薯 是继水到小麦玉米之后的中国第四大粮食作物 农业部数据显示 2014年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超过8355万亩 鲜薯产量9500多万吨 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 中国已成为马铃薯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 为此 从2015年开始 我国把马铃薯主食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发展战略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马铃薯主食产品和产业开发试点 所谓马铃薯主食化并不是让人们天天吃炒土豆炖土豆等等 而是用马铃薯全粉加工成馒头面条等主食 这意味着马铃薯也能当饭吃了 咱们国家正式把马铃薯确定为中国的主粮之一 那么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企业来说是 尤其是对马铃薯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消息 和明所在的张家口烟北集团 是一家以马铃薯育种植仓储深加工为一体的企业 而和明在这个行业也已经打拼多年 张北县地处河北坝上地区 由于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这里种植的马铃薯淀粉含量高口感好 因此不少与马铃薯相关的企业都选择在此安家 咱们在90年代以后把全粉引到国内来 当时我们这个全粉主要用于休闲食品和蓬化食品 比如说咱们生产的薯片 生产的一些儿童食品 当时用的全粉是这个用途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全粉 咱们这个设备包括生产工艺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和明介绍说 随着近年来休闲食品市场的萎缩 马铃薯全粉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5年8月 农业部在全国9省市开展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试点工作 河北省被列入首批试点 这让很多企业看到了希望 但是和明心里清楚 依靠原有的生产线和标准 远远达不到主食化生产的要求 尤其是你比如说拿我们原来的那个全粉去蒸馒头 去做面条 去做米线 它是做不成的 因为那个全粉的技术标准不适合做主粮 或者说它从欧美引进的那些标准 是适合不了中国人饮食结构的 记者了解到从休闲食品原料向主食原料转变 将马铃薯全粉进行精细化分和生产是关键一环 马铃薯全粉是将马铃薯变成馒头面条等主食的基础 传统意义上的马铃薯全粉呈指甲盖大小的雪花片状 而经过细分后的各类全粉 粉质更细 颗粒更小 更适合于加工成不同类型的主食 从去年开始 燕北集团对马铃薯全粉进行细分生产 今后面条粉 馒头粉 饺子粉等小包中的马铃薯全粉 将陆续走进商超 品种也会越来越丰富 而要让马铃薯主食端上百姓餐桌 宣传和推广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像面粉是怎么用 咱们不用宣传 每个人都知道面粉怎么用 那么我们也要达到一种就是全粉怎么样用 让全社会都要认知 现在这个认知度呢还是比较低的 就是和咱们另外两种主量 比如说和水稻和这个小麦和玉米 和这个认住比起来 我们就还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大家知道这个拿这个马铃薯粉 怎么样去做成馒头 做成饼 做成面条 我都知道来这样做出来口感也挺好 价格也接受 跟白面面粉差不多 那大家肯定都会有人很多人去买的 今年2月农业部发布了 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 将马铃薯产业开发 视作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有益探索 在产品研发的同时 各主食加工企业纷纷在产销衔接上 动起了脑筋 去年11月 石家庄市嘉嘉汇大众厨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馒头鲜面条等马铃薯主食相继上市 其中马铃薯馒头日产2000余袋 每袋零售价2元 与普通小麦粉馒头定价相同 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而位于河北赵县工业园的 纽康恩食品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门从事速冻食品生产的企业 除了馒头花卷面条等常规产品 他们还开发出了薯泥饼 馅饼蒸饺烧卖等马铃薯速冻产品 并通过大型超市的电充电 连锁便利店等渠道 端上了消费者的餐桌 在加大马铃薯主食化开发和推广的同时 一些企业也向记者反映了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石家庄嘉嘉惠公司 自2015年开始研制马铃薯馒头 马铃薯鲜面条等主食 由于行业标准没有跟上政策的步伐 现在企业只能参照小麦粉馒头糕点等相关标准 依据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验报告 制定企业自己的马铃薯主食生产标准 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 由于生产马铃薯主食的标准体系不健全 甚至对添加的马铃薯全粉的级别杂质含量都没有明确规定 企业对原材料品质的把控 无惧可依不利于产品的稳定性 我们希望马铃薯主食供应化的标准尽快去制定落实 这样的话我们主食供应化将供的企业就会有标准可依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生产企业的采购环节 包括将供的过程都有标准去可依据 此外针对马铃薯主食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的情况 从去年7月开始 国家按照同等或接近普通主食产品的价格 对马铃薯主食产品进行差价补助 进行补贴扶持本是好事 但是由于补贴标准的一系列限定条件和缺乏灵活性 让企业的实际受益大大折扣 像马铃薯馅包这样东西 马铃薯粉是以馅上形式出现的 这样的话要按文件上就不符合要求 不再补贴范围内 但是对于做马铃薯馅包 这个产品来说也是实现了马铃薯产品的主食化 我想应该在这个政策调整上 应该希望更灵活一些 这样企业积极性也会更高一些 以目前来看 我们现在的补贴只是从它的中端产品上 比如说生产馒头给予什么样的补助 生产出面条给予什么样的补助 但是我觉得核心在于它的全粉 因为它们是生产这些主食的原料 要从原料上看看能不能给予一定的支持 这个马铃薯这个主食的补助 对我们的产品降低成本是有好处 但是我们企业更希望的是 在磕烟方面的去投入 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主食的产品的 研发 升级 这些改造 都会速度速度非常的快 业内专家指出 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 是打造小康社会主食文化的有益探索 而目前我国食品加工企业少 实力弱 加工能力不足 深加工跟不上等一系列的问题 是马铃薯主粮化进程 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专家建议要加快推动 马铃薯加工产业化进程 同时提高行业安全管理水平 适当地调整补贴灵活度 激发企业研发生产的积极性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